美國中南部連續9天遭遇惡劣天氣 強烈雷暴從17日到18日 席捲了太平原和密西西比河谷部分地區 從奧格拉荷馬州到密西西比州 超過74萬戶停電 儘管上星期日恰逢父親節 墨西哥灣沿岸的1600萬人 卻將面臨致命的龍捲風、大冰暴 和破壞性強風的威脅 更有民眾拍到出現龍捲風形成的影片 大片烏雲籠罩天空並快速地往中心聚集 畫面十分可怕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國家氣象局在當地17日凌晨 針對奧格拉荷馬州東北部 土耳沙發布破壞性的嚴重雷暴警戒 風速達到每小時160公里 強度相當於二級颶風 有網民上傳開車進入坎薩斯州南部 威脊托龍捲風警戒地區的畫面 從雷電到猛烈暴雨 導致駕駛幾乎看不清楚前方路段 相較於南部的龍捲風 美國中北部則是碰上了暴風雪的災情 這場冬季風暴持續發揮 也讓美國民眾飽受極端天氣之苦